正大講師告迎鄰居 不准清晨半夜交花 這是清晨樓上交花 水滴打在遮雨棚的聲音 三更半夜的交花水聲 也是大的吵死人 這些樓上噪音 浪家住新北市公寓三樓的 政治大學講師周志明抓狂 他交花是兩三點用牆的 老師講是這樣講難聽就好幾次 凌晨五六點是用牆的 他老公以前是想到就爽 他就聰明 樓上鄰居甚至在半夜 不停拉桌椅 家中養的狗更是不食狂吠 他有什麼電鑽 敲牆壁 他有跟你生氣賣交花 還有狗在叫 狗在叫最多了 晚上吵不夠 白天小孩繼續哭鬧 讓人不得安寧 周志明不滿住四樓的七十七歲 退休鄰居許奎山 五年來長期製造噪音 決定控告他 半夜和清晨交花水滴生老人 還縱容家中兩個托育的小孩 在地板上亂跳 所養的狗也日夜不定時狂吠 吵得讓他長期無法入睡 他說以多次向鄰居反映 並貼紙條含報警要求改善 鄰居卻變本加利 故意拉桌椅 丟東西 周志明搜證三年多 提出告訴並求償60萬 鄰居否認指控 聲稱是老公寓 隔音差 但法官看過搜證影音檔後 判決被害人勝訴 禁止鄰居一家 在晚上10點到早上8點交花 也要約束狗亂叫 並賠償2萬元給被害人 但半夜墮地板和拉桌椅 因錄音微弱 法官未判準 被害人周志明強調 鄰居若人不收斂 還會繼續搜證提告 法界人士說 這期罕見的限定時間 禁止特定行為判決 未來可能變成趨勢 動新聞 新北報導